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 今天來到 Delongi Craft Your Home Coffee 期間限定店活動 我是今天的詩儀強尼, 大家好 也歡迎各位記者朋友 首先我想問大家 大家應該非常喜歡喝咖啡 你們平時 究竟會喝什麼咖啡呢? 例如, Espresso Latte, Cappuccino 還是 Americano 我想每個人一定有自己的喜好 說真的, 咖啡是一門學問 很多種類 很多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咖啡豆 其實是會帶來不同的味覺享受 例如, 果味 花香味 烤焢味 堅果味等等 就算你經常喝 你都未必是很清楚 懂得分別的口味 或者自己喜歡什麼口味 都要一段時間摸索才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 喝咖啡是一個很有趣的 探索的歷程 要不斷地嘗試不同的口味 去發掘不同的品種 也慢慢嘗試自己喜歡哪種口味 其實咖啡的精髓 在這個歷程當中陪著你 最重要是什麼呢? 怎樣可以找到一個真的適合你的口味呢? 當然是一部很高質素的家用咖啡機 講到咖啡機呢 大家一定會想起 意大利的高端咖啡機品牌 Dilongi 而且呢 不如我們這個時候就馬上請Dilongi 香港、澳門及台灣市場商務營銷總監 何詠怡小姐和我先談談 有請Winnie Hello 你好Winnie 你好 好 不過這個時候跟你先談談 因為講到喝咖啡呢 我一定要向你請教一下 不要這樣說 其實 Winnie 我想知道呢 其實Dilongi作為意大利高端的咖啡機品牌 其實一直都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怎樣可以在家裡都喝到很高質素 好像一個專業咖啡師 調配給你一杯咖啡 其實在這麼多不同系列的 家用咖啡機和設備裡面 帶來大家可以在家裡都可以在外面喝到的樂趣 其實最主要你是不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家裡都可以得到這麼高的享受呢 當然啦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家用的咖啡機品牌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用心去推廣好咖啡的一些定義 何謂好咖啡呢 就是香港人有多認識呢 這些都是我們一直去推廣一些知識給普羅大眾的 我想強尼你身邊都有很多朋友都喜歡喝咖啡 那大家對咖啡又研究越來越多 要求越來越高 那他們很多時候會選擇去哪裡喝呢 就可能是一些街外的咖啡店 那但是他們其實從來都沒有想過 其實原來他們自己在家裡都可以享受到一杯 可以比美一個專業咖啡師 沖調的一杯咖啡 再加上他還可以自己選擇他自己喜歡的咖啡豆 選擇的沖調方法 他還可以很輕鬆一個鍵 就已經按了一杯他自己適合他口味的咖啡出來 那這個我想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依然是未知的 那所以我們Pilongi作為一個品類的一個領導者 我們都想走出來跟大家說多些 那令到大家可以選到自己適合的口味的咖啡 在家裡安坐家中都可以喝到一杯靚啡 那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的一個使命 再加上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其實都是一個意大利品牌 設計方面我們都是比較時尚 如果放在強尼你家裡的廳 我相信它依然是可以是一個很漂亮的擺設 那所以我們都覺得很適合香港人的 簡直我見過你們的產品可以說非常有型 很有品味的 那其實這麼吸引 你們Pilongi其實今年會有些什麼宣傳的活動 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多認識你們公司的產品呢 嗯 那其實呢 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想推廣家用好咖啡的一個主題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都推出一個Pilongi Craft Your Home Coffee Craft Your Home Coffee的一個咖啡活動 那就致力是想令到大家知道 在家裡可以享受杯好咖啡 那今天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第一個站 浪浩坊 那我們呢都很想呢 希望大家可以品嘗到一下 家用好咖啡的精髓在哪裡 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是聽完Winnie的介紹之後呢 其實都會想試一下這個最強的Home Coffee 可以這麼說 當然我也都很希望可以 之後有機會試到這種這麼高質素的Home Coffee 我知道呢 Good Coffee Truck 剛才有介紹過 其實是會陸陸續續在香港不同的區域出現 我知道六月呢 它會去到赤柱 大家在這麼漂亮的環境 喝著好咖啡 當然這個是很好的享受 今天第一站呢 就來到朗浩坊的 六月去到赤柱跟大家見面 所以記住 大家咖啡迷呢 在接下來的日子呢 一定要留意著我們那個Coffee Truck 去到哪裡呢 跟著我們陪著我們 一起去呢 就是享受好咖啡 那我補充多一點點了 因為呢 疫情關係呢 去年開始了 其實都 我想大家都多了機會在家裡的 甚至乎呢 在家裡變成了大家的辦公室 那在做事的同時 我怎樣可以 就是令到自己精神爽你呢 那其實一杯好的Home Coffee 其實真的是 走不掉的 那所以呢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會 精心炮製了 剛才你說的 一個Delongi Good Home Coffee Truck 這一部機出來 那令到大家呢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嘗到 一杯家用好咖啡的真正的味道 Vinny說得對 我覺得有時候呢 就是我們喝咖啡 除了提神之外呢 我自己 我有時候偶爾呢 都會想哄自己開心 就是我都喝到一杯合口味 有時候會甜甜的 我覺得我整個人會開心一點 譬如晚上的時候呢 我很喜歡喝一些 比較偏甜味的咖啡 早上做事之前呢 我就會喝一些 咖啡味濃沒 未必那麼甜的咖啡 就是我覺得不同時段 咖啡確實發揮一些不同的功效 是 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到合口味 所以就更加好 沒錯 好了 這時候呢 我們有請Vinny留步 同時也請出今天的嘉賓 沈曼儀 Shirley 我的好拍檔一同來 一同出來為 Eloni Good Coffee Truck 進行揭幕的儀式 Shirley Hello 好 也有請Vinny 其實Good Coffee Truck 的第一站 就在這裡會正式啟動 一年三天呢 也都會在這個朗毫坊呢 將好的Home Coffee 帶給各位 事不宜遲了 兩位嘉賓呢 就會為我們Good Coffee Truck 做完這個揭幕的儀式 好 我們給記者朋友 拍幾張美照先 這個時候 OK 好 好 可以看一看右手面 好 可以看一看右手面 OK 好 OK 多謝幾張朋友 好了 那我數三個東西 大家就輕輕拉這塊布幕 好 OK 預備 3 2 1 好 大家一起給最多的掌聲 我們很高興宣布 Pelongi Good Coffee Truck 正式展開它的旅程 接下來我們這家Good Coffee Truck 會走入香港的國區 大家見到它 記住不要錯過 喝好咖啡的機會 不如我們兩位 又去 給我們的記者朋友 拍到幾張照片 記住 這三天 就是這家Good Coffee Truck 會在浪草坊 提供好美好的咖啡 給大家之外 6月會去到赤柱之外 它會走入香港不同的區域 大家還見到 這家這麼美的Good Coffee Truck 就知道一定有好咖啡 好 好 謝謝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 謝謝 好 也謝謝Vinnie 謝謝你 Shirley就可以留下留步了 這時候要抓住你和你聊聊天 絕對好 拍檔 好 以我所知 平時你都會喝咖啡 尤其是 一些很早起床要開工的日子 是不是 是必不可缺失的 咖啡 真的 那你有沒有特別喜好 什麼類型的咖啡 如果那天 真的想 感覺瘦一點點 當然是選擇 American Espresso 這些 那長期都要過 這些 永遠 女士來講 追求瘦完還可以再瘦 但是咖啡很特別 又可以滿足我所有要求 如果我想享受的時候 Cappuccino Latte 就是我最愛 因為有些牛奶 甜甜的 中和一些咖啡味 其實不要說女士 我和你也是一樣 基本上 即是早上如果起床去開工 想醒神點 或者樣子比較鮮明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喝 Ice Americano 或者Cold Brew 我很多時候 晚飯之後 覺得 今天過得不錯 想獎勵一下自己 即是有些甜甜的感覺 我晚上會有一些 奶味 甜味比較重的咖啡 那就圓滿 一天 我覺得都有很好的選擇 是啊 其實 外國很流行做一些咖啡的心理測驗 我相信很多人 都對於你的內心怎麼想 其實很有興趣 是啊 可以放一個人 這麼大膽嗎 很多人在這裡 被人否白你的內心 你不怕嗎 可以的 我這些可以貼地的 可以 好 那我就知道 其實如果知道一個人 喜歡喝什麼咖啡 厚味 其實會猜到一下 他個人的性格是怎樣的 哦 這個時候 我們請我們的同事 拿一張卡出來 給你甜甜 嘩 是啊 好可怕 Shirley 你就選擇了 你在心理測試當中 就選擇 你喜好的咖啡 裡面 好 我喜歡 這個 辣椅 是 是 跟著 Cappuccino 都挺好的 OK 是 好 我們就選這兩人 好了 Shirley就選好了 以我看這個 心理測驗 這個報告就這樣說 如果你選Cappuccino 你是一個什麼人呢 我不知道現場 其他朋友會不會都是 我都是喜歡喝Cappuccino 你記住留意 你是一個 我性格平易近人 對朋友非常熱情 準啊 準啊 和礙的態度 令大家願意接吻 準啊 準啊 但是你出名 是遲到大黃 這個我不準啊 我同意不準 這個我不準啊 每次約會 你都未必會準時出現 會不會是 就是約男生 要他心急一下 等下吃 特地 等他自豪十幾分鐘那種 不會的 我們這些 是疑近人的 早到 差不多時間到 差不多時間到 OK好 這樣也很準 好了 你選了Latte 原來你是一個 心思熟慮的人 任何事都要經過一段時間 長期思考 同時是一個 悠遊寡斷的人 每次需要分析各方面的因素 才會作出最後的決定 面對未知的事情 和選擇 你會為自己安排一個 最安全的決定 至少不會嘗試任何失敗的方案 你肯定這個 description 不是為了我而寫嗎 嗯 很準啊 其實 或者可能我對你一定的認識 我專心這麼說 你有沒有這麼想過嗎 哈哈 原來呢 你先說了 都不是 其實基本上我們經常一起開工 我都知道你 喝咖啡的口味 是 加上我知你的人的性格 這樣寫下來 甚至熟慮 是的 其實也是的 你真的觀察入味 你真的好同事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我觀察入味嗎 是 我就是很多時候 我每天早上開工的時候 我先喝咖啡 我個人精神一點 可以多留意很多東西 那你覺得這個心理測驗 是不是很準 準啊 準啊 有一個小小不準 不過可能其他喜歡 Cappuccino 或Latte的人 都會覺得很準的 我相信 不知道會不會有現場觀眾朋友 都覺得準 這樣吧 即是心理測驗 就玩了 但都令到現場很多觀眾 對你熟悉了 之餘 我覺得要升級 我知道今天你有另一個身份 其實呢 你今天會飾演一個 叫做咖啡學徒 噢 看看這個考驗 你有沒有想 我先通過吧 好 但是呢 沒有理由要你自己試的 我覺得 一定會有位老師出現的 是不是 哇 那今天呢 我們一會兒會用 Delongi的家用咖啡機 即場調出你最喜愛的咖啡口味 而且還讓你試過Live 有沒有信心 哇 嘩 實不相瞞 之前都有試過在劇集中 做這個 咖啡店員的角色 令到 令到那些男生神明 顛倒的角色 你的意思 但是真的只有一個架勢 沒有實際 拉花都真的沒有試過 今天有幸來跟大師學一下 是 心感運行 好了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真是為了 就是希望你真是去 學懂這件事 我們請了一位 非常之厲害的專家回來 今天呢 就是專程請了一隻 專業咖啡師 也都是呢 國際咖啡賽事評審 許君寧小姐 Kami 那就 讓她陪同Shirley 沖一杯好的咖啡 這個時候有請Kami 有請 Hello Hello Kami 你好 好啦 不如我們請Kami 過去咖啡機那個位置 示範一下怎樣可以 可以 沖到一杯 我們這個Delongy 家用咖啡機 沖到一杯好的咖啡出來 那其實你剛才選了 Lartin 或者Cappuccino 那今天呢 我們這部機呢 基本上 One Touch 你就可以沖到你的咖啡 那我們今天呢 現在先打了一個Shot 出來 你還沒被打 這個時候呢 我帶上Kami 就是 為什麼要找Kami 來教你呢 我們當然要找些猛的 來教你 因為Kami呢 2012-2016年 世界咖啡師大賽 世界咖啡沖煮大賽 世界控陪大賽 世界咖啡拉花大賽 以及世界咖啡調酒大賽 擔任WCE 決賽擔任WCE 認可的國際評審 還是為世界WCE 舉辦的決賽擔任感官評審 所以 有它教你呢 不要說你 未來我喝 我喝 你配了咖啡我都放心 那我真的要努力學習一下 我們剛剛打完那個Shot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部機打風的質地 可以打到哪裏 好 這個是剛剛完成的 剛剛完成的 剛剛完成的 我們現在呢 其實在這個 裡面的Tunnel 就已經很容易可以選擇 你想做Flat White 或者你想做奶 那我們那裏 能否打個奶呢 按OK就可以了 哇 所有都是One Touch的 One Touch One Touch 就可以打到奶泡 我想問問Kami 其實 Eloni這部家用的咖啡機 其實是否已經可以達到 專業的級數 就是專業咖啡師都可以 用這部機調到 你們深水的咖啡 如果你說溫度 容易度 它會比一般 剛剛去做咖啡的Barrista 可能會更加好 哦 當然沒有可能 跟一個很有經驗 給它比 但是比剛剛人們 可能頭一個月的Barrista 它一定會更加容易 它聽到到 還有你腰的味道 哦 OK 哇 那你會看到 其實風是很綿密的 是 是的 那現在我就交給 任命的咖啡師 幫我們轉了奶泡 就可以展示拉花 OK 下一步就是拉花 這個時候 有沒有緊張 要拉花 我曾經呢 有膽粗粗想試一下拉花 我以為拉到個天鵝 問了十個人 沒有一個人看得出 我做了些什麼 那有人看到那個是什麼 一個雲 已經很有禮貌地回答我了 哈哈 那今天我們會拉過什麼花呢 簡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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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麼多人在 我不想失手 哈哈 那我展示心給你 之後我們會再做一杯 就給你自己試 好啊 其實你會看到 風打完出來 其實都很綿密 好綿密 是啊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是很漂亮的這個心形 真的 好開心啊 收到這杯咖啡都 OK 那輪到你試了 這個時候 輪到你試了 你真的對我有信心 好 我代很多的男士 幫你修了這個心 修了你的心 好 OK 阿蚊大 這樣先 剛才它是 先躲在中間 Kami說 跟著要轉 轉完之後 我走在前面再拉那個心 再這樣勾一勾 我轉到 好 道理我都明白的 很多時候 一點都不難 說起來我覺得 我覺得適合 再起上來 經常都不是那回事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對… 只要是經驗 讓我試一下 明師出高圖 我覺得沒問題 是 我回來再做一句 好了 要不要放在那裡試啊 你 首先我要 先搖一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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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在中間 算 算 算 你想要保暗的時候 就倒貼一點 倒貼一點 倒貼一點 喂 喂 喂 怎麼了 是心 自己整個心跳出來 我心跳下去 對 真的 我這樣說 好像不對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的程度 大家有想為證的 各位現場的朋友 真的可以 各位有想為證的 我給你最大的掌聲 謝謝 謝謝 但是CAMMY教得好 沒錯 而且我覺得掌聲要給CAMMY 好嗎 好嗎 就是和Shirley一起拍一張合照 怎樣一起拉這個花 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好 CAMMY 不如我讓你移到旁邊 好 這邊 好 右邊 好 然後中間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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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如這樣吧 是 有時間的話 我來到這裡 都想自肥一下 我都想學回門手 很有用的 是 立刻去學校 可以 不如讓我試一下 我教你按鈕 如果我都可以 證明 大家在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沒錯 說到我為何好像 那麼 那麼 哈哈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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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買了一部 很漂亮的咖啡 除了喝過的味道之外 自己學會 例如拉花的技術 其實是一個 避免自己 避免家人 一個好的方法 是啊 等於出去 找一個好的咖啡師 為你調配一杯 漂亮的咖啡 但在家裡做到 是不是非常之好 很窩心 如果我回家 媽媽和我弟弟 可以 拉了個愛心 給我個人 你為何要找得這麼保守 如果媽媽和弟弟 是一個男朋友 會不會好呢 會更好的 會更好的 好 我試不試得呢 可以啊 其實這部機 可以選擇多杯咖啡 有多濃 或者有多殘 Single 或者Double shot 你想濃 濃的 Double shot 濃的好 這幾年前來都累了 要醒神 是不是 不啊 可能覺得濃一點 試一下濃一點的感覺 會不會有 不同的 拉出來的花 應該不會不同的 不會不同 沒錯 嗯 記住 大家朋友 總之 來這段時候 見到我們 一個Good Coffee Truck 在香港不同地 就肯定會有好咖啡 就算 Kami Shirley 不在現場 都保證你有好咖啡 好咖啡 好咖啡就出來了 好咖啡 如果在家裡聞到 這份鹽湯的咖啡香 已經很聰明 我真的想問兩位 是 你們要是會喝幾杯咖啡 嘩 我嗎 兩至三杯 兩至三 三四杯 三四杯 嘩 我常常有需要都喝到兩杯 是啊,所以好的質素 沒錯 好,你的鏡頭出來了 好,那我來吧 我教你拉第二個 我還可以拉第二個 你有新招數學,我要先來偷師 你拿著這個 好 也是跟剛才一樣 其實我均勻了著奶 讓奶好和奶融合之後 我們就可以針補充 這個呢,push一下 再push第二下 再Q,其實你就會有多花 本身這裡會有心 之後你可以熱 其實就推兩下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的 都像樣子了 老師,這次合格嗎 這次合格 OK,合格 是兩個深葉的 OK,好 他們要自己解釋自己的 在這次的學習當中 我覺得沈欣宜是比較好一點的 多謝 好,那你對今天的體驗 學習有什麼感覺 因為其實我從來都是以為 很多咖啡機 只是可以按到 Expresso 或者怎樣 就算真的Crappuccino 也好,都不會有拉花 這個給你可以淘野性情 享受一下咖啡樂趣的過程 我覺得今天我有學到東西之餘 也感受到 原來一部優質的咖啡機 出來的咖啡 那個香味 還有我待會會喝完 那個味道 令人身心療癒 和醒神 不過今天謝謝Shirley 也謝謝Cammie 為我們示範了Delongy 這個原斗即磨咖啡機 沖出來的Home Coffee 各位記者朋友 如果都想試一下我們的Home Coffee 等一會記得填上 手上的咖啡換領卡 就可以試到你們喜愛的咖啡 記者會到尾聲 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的出席 今次活動也特別多謝維他 贊助我們Coffee Truck 所有的食物豆奶 那接下來 各位記者朋友 可以和我們的嘉賓 聊天做訪問 記得去Delongy期間限定店 看看我們 有些特別精選的購物優惠 全城是獨家的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別一提 待會三點鐘開始 老何方LP Club的會員 就可以憑300分的積分 換領Delongy元斗即磨咖啡 如果未是會員 是不要緊的 你可以立刻登記 其實已經有足夠積分 你可以換到咖啡 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清潔 今日自有テラ劇 стало思考 聖劫畢 cầnaining 私家 小人 難免 是 高 麻 by bwd6